一谈到民调 新北市长侯友宜忍不住暴躯 因为曾经的五星级市长 如今沦为侯老三 要救民调就得挖出病灶 对阵下药 日本学者小丽媛心信分析最新民调 指出侯友宜不仅没有巩固 南军大本营陶竹苗 中南部也明显落后 陶竹苗是国民党的大本营 但是这一次因为有民众党 温哲市长的加入以后 瓜分了一些部分的票源 南军基本盘紧爆响起 这些票去哪了 可不见得是民众党 小丽媛心信点出 民进党赖清德 在过去较为弱势的陶竹苗 也开始获得坚实的支持率 云嘉南更是拉高支持度 守住了着水溪防线 其实赖清德从他的防美 他接受媒体专访 他一路以来都在服务成 他的四国男主 跟他的政策 在地名义很有感 但中南部也不是绿营 永远的铁票舱 小丽媛心信发现 民众党主席柯文哲 在中张投高评 表现良好 支持基础 似乎正在往农村蔓延 不过整体民调微服下滑 其中女性支持者 更是明显溜滑梯 显见缺乏女性支持者 恐怕是柯文哲的最大问题 民众党这边 还是会继续强化在 富有政策上的这个论述 柯文哲拼认同 却从不考虑当副手 侯柯锅究竟何时 能一起喝咖啡 不是副手为前提 才有机会坐下来台 那么侯市长 跟他是一样的态度 我尊重柯文哲主席的意见 大家说要喝咖啡 喝果汁 喝开水都没关系 我们现在用正面的态度 希望去促成 蓝白各有考量 就怕最后喝到的 只是糟米的咖啡 进行为联听马恩凯 超棒的咖啡